来韩国就是要吃肉啊 这里是韩国重肉粽 主要是卖现切的猪肉及牛肉 也会卖点鸡蛋 烤肉会用到的周边品和酱料 除非想直接购买现成已经包装好的 不然店员都是现场切给你看 放到称重台上 确认之后再结账 而不同部位的肉 做的料理以及刀切手法都有差异 如果不知道怎么买 店家都会帮忙推荐的哦 例如韩国人最爱的烤三成肉 三角菜 听说首尔区的人 蛮喜欢这种叫做蜂窝式切法的 荷尔鸡三角菜 有些甚至会去皮 没有店家已经腌好的猪肉 又辣椒酱或者是酱油口味 称重方式跟台湾差不多 以台鲸来计算 一斤也就是憨梗 大约是台币80到100元 最后我买了台湾难以尝到的生牛肉 到家后切了几片离子 再淋上韩国的芝麻油 搅拌之后一口下去 煎汁入口即化 来韩国的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哦 为吴麗鸡 Jamie 那边聊特种 为什么会见予他们的 联aced开始 途配空